法國知名二手名牌買賣平台 Vestieri Collective 最近公布了2023年的數據報告 裡面的二手名牌升值排行榜第一位就是 Chanel 究竟 Chanel 有甚麼吸引力? 升值前景是怎樣? 接下來還有甚麼爆本要猶豫? 今集理財要貼地和大家一齊來看看 擁有二十多年手袋鑑定經驗的 Tony 認為 Chanel 的市場推廣做得很好 選擇 Blackpink Jennie 作為品牌多言人 而且很多款式供不應求 正正就是它的吸引力和價值所在 Chanel 升得很快 但因為它的價位在中上上 而且它潮流了 年輕化了 如果你最保值一定是選擇 Chanel 牌子最名牌的手袋 好像卡式 這些卡式是最基本最詳清的款式 其實這個袋在二十多年前是一萬元左右 一萬元零售價 但今時今日已經去到八萬元左右 Chanel 除了經典款式 Tony 認為都可以留意 Treat料手袋和磨砂的細節位 今年開始多了一些Treat料 Treat料 其實Treat的手袋 都是Chanel 最基本的 你見到它們的時裝 Chanel 最有名的外套 它們全部都是用了Treat料 所以你出了很多手袋去搭配 可以配合到它們的時裝 和潮流 你去看 還有現在磨砂的金色會出多了 因為以前可能用Sparking的金色 閃亮亮 現在有些低調了一些 它們會出一些磨砂的金屬 由於巨星值潛力和吸引力 無論亞洲還是歐洲市場 Chanel 都是比較容易被模型的手袋品牌之一 不過每個品牌都有不同的特點 大致上可以從皮夾的氣味 金屬細節 縫線手工 以及印刷黑字等的細節間別 每個品牌都有不同的味道 當然我們一聞到 如果氣味有些問題 我們便知道這個袋要小心處理 因為很多假的袋 它的味道好像膠味 它會比較難聞一些 還有我們的金屬位 我們主要會看上面的 engraving 它們的黑字 是否完全工整 因為有機會 其實你用放大鏡看 你要看到Chanel 的字眼 有些字不工整 其實這些袋一定是有問題的 還有它的螺絲位 它的金屬配件 每一個季度都會有轉變 我們會看是否配合你的手袋 你出產的年份 你的配件是對還是錯 如果是不對的螺絲 那肯定是有問題的 還有你所有的線位 一定是很工整的 因為我們見過那些手袋 真的有些問題 它可能真的斷了線 它裏面有些縫口位不對 或者用一些火機彈過 還有它的防禦特徵 它多了一樣東西 現在它會出了一些防禦晶片 它在一個晶片上 一測試它就有所有手袋的資料 但是當然 假冒的袋 它們都有做到這個防禦晶片 但在防禦晶片上面的黑字 就很有問題 因為要用放大鏡才能看到 用100倍的放大鏡 我會看到它們的黑字 是很噁心 是不工整